色彩繽紛的花卉互相珍奇斗艷 让路过民众纷纷驻足拍照打卡 充满欧式风格的小花台 首次出现在台北捷运中山站 粉色系列的花束 结合小型组合盆栽 给往来通行的旅客耳目一新的感受 展示是必定的 今天中山站是第一个 马上会在其他的站里面陆续来展示 在这边的旅客要很方便的拿 把花带走 给去看病也好 给情侣也好 给父母亲也好 所以要方便 所以还是需要研究的 台北花市考察日本地铁站及地下街 发现花店相当普及 同样拥有健全捷运网路系统台北市 却不见花店踪影 因此特别在农粮署的支持下 与台北捷运公司合作 设置花卉展示行动平台 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国产花卉 台湾的花卉日本人都那么喜欢 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办法 在自己的公共空间跟领域里面 来欣赏得到 所以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我就跟台北花卉公司来商量 看能不能来洽商台北捷运公司 能够开辟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 我们做整个行动花卉的展示平台 花卉展示平台是以装置艺术 呈现在台北捷运里 并为开放现场展售 目前先从中山站开始 未来也将陆续在其他捷运站设置 预计最快明年就能有第一间 在捷运站展售的花店 记者邮箱厅采访报导 我们要先一个